好 同学们好 那么这一节课开始呢 我们就要去学习我们这个影视后期A课程的一个学习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A首先呢 它是用来做特效的 我们看我们的这个培训技能目标里面 你就能看得到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是一个做特效的软件 而我们这个课呢 相对来说比我们这个平面呢 或者其他的软件呢 入门要稍微难一点 所以我们这个课的一个定位呢 基本上是入门到中级 就是不是那个中级啊 是中等的中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课呢 大概的分为三大块去讲 一个是基础的 基本的一些操作 另外呢 就是常用的一些技巧 最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高手必备的 对不对 以及你比如说你做影视剧的这种后期啊 或者你做动漫的后期啊 或者做影视的后期啊 必须要用到的一些技术 我们会跟大家简单的去聊一下 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说第一章呢 我们要讲到五个小的知识点 那么这五个小的知识点呢 相对于初级选手来说啊 还是比较好容易理解的 主要的跟你们分享一下 关于一些基本理论知识的一些问题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说我们这个直接就进入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学习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利用我们的A这个软件呢 可以做哪些工作 对不对 好 这是呢 我们之前老师之前在我们的这个一个传媒公司啊 去做的时候啊 一些简单的作品的一个合集啊 那么这时候大家可以看看 利用我们这个A的软件 可以完成哪些效果 好 我们来打开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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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在这边跳来看一看了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 可能一个 好,那么我们刚刚呢 有看到一些关于我们的视频的一些紧急 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说 我们学过A之后呢 你都可以做到 这些效果你都可以做到 包括我们的镜头感的把控 特效的制作 以及我们的表达式 哪怕就是很高级的东西 老师都会跟你们去分享 最起码要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A软件 我们把这个里面第一小节的一个知识点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讲三个知识点 第一个叫扫描方式 什么叫扫描方式呢 好,我们来先给大家看啊 那么这个扫描方式 其实是一个电视信号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好,我们来给大家看 找到我们的那个课件 A特效的课件 老师呢 在这个地方准备了一个关于 左航扫描与隔行扫描的一个案例 那么首先呢 我们在这里面先解释一个 关于左航与隔行的一个问题 你看这个是一格有信号 一个没有信号 一个有信号 一个没有信号 那么这时候啊 这个就是典型的是隔行扫描 对不对 隔行扫描 那么这个典型的就是上场优先 那这就是下场优先了 那这就是左航扫描 那么这两个区别是什么呢 好,这个区别呢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标注一下 那么这个呢 是用在隔行扫描 这个是用在电视画面啊 用在TV上面的 对不对 用在我们的电视画面上面的 而我们说下面的这个呢 它是用在电脑上面的 用在我们的PC上面的 对不对 用在我们的PC上面的 所以这个呢 当然手机也是啊 手机也是啊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就是你用你的拍摄设备啊 去拍电视的时候啊 或者拍那种以前老的那种CRT显示 纯屏显示器的时候 你在你在你的这个手机画面 或者你的摄像画面上 你是能看到那种扫描状的 晃动状的那种条纹的 那就是典型的隔行扫描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 有一句话叫做厂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厂就是形成我们画面 或者真的原因啊 厂呢分为上厂与下厂 有上下之分 有上跟下之分 那么比如说你看 接下来这个典型的画面 哪一个就是上厂优先的这个 这个就是下厂优先 什么意思 好我们具体的来结合我们的这个实际的案例啊 去跟大家去做一做 好比方说我们在这里面呢 取了一个电视画面 对不对 比如说老师这个电视画面为什么不清晰啊 他为什么有这种黑条状啊 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说电视的一个画面 当然这个画面我也不知道它是上厂优先 还是下厂优先 因为根本看不出来嘛 这就是典型的电视画面 一场有内容 上场有内容 下场就没有内容 那么这时候像这个工作 我们怎么样去进行完成呢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怎么样去 这是一个电视画面 对不对 我就要把它转成电脑里面的画面 怎么样去转呢 好 在我们的photoshop滤镜里面有一个叫做视频 视频里面有左行 那这时候我们先猜一下偶数行 好 一看 这个就变成了黑色了 那说明你的内容不在偶数行里面 那这时候我们再去猜 还是视频 左行 我们猜基数行 假设我们的内容啊 是在基数行里面的 那这时候我们来试试看 的确 这时候你看 画面是不是就得到了修正了呀 是不是这样子的 当然这张图本身就不是很清楚啊 本身就不是很清晰 所以这就是一个厂的问题 电视里面才有厂 而我们的电脑里面呢 它是没有的 电视的画面 它是怎么来的呢 厂的画面是从左上 这样子 我们来 来一个这个这个模拟给大家看一看啊 好 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 一个小的直线 好 那么它是同时的啊 在这里面 直接的 这是比如说是一个基数厂 那统一的都在基数厂里面 同时啊 出来电脑画面 偶速厂这里面是都没有内容的 我相信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了 啊信号是这样子来的 来了之后你才有电视画面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先有厂 后有 增 啊 大家应该是能评能听明白了 对吧 好 这是一点 好 另外呢 我们还要讲的一个知识点呢 就是关于呃这个知识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啊 我们在这里面应该是一个知识的一个问题 好 这个这个呃 知识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分为怕知识跟恩知识啊 好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简单的去新建一个全新的画布出来 好 我们呢 什么叫怕知识呢 怕知识是我们亚洲国家用的比较多的啊 当然也不也不一定 对不对啊 怕知识我们国内用的特别多 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呀 相对来来说用的比较多啊 那么这时候的话有人说 呃 那是不是其实我们不是啊 也不是对不对 啊 那比如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怕知识 啊 我拿一下我的这个怕知识 怕知识呢 它的一个典型的特征的是什么呢 呃 是720576的画面啊 720乘以576的画面啊 这像素啊 像素的量 但是呢 我们说这是一个 恩知识呢 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我们直接用到恩知识 恩知识一些法达的欧美国家呀 用的特别多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当然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啊 也都用了恩知识 恩知识的画面是640乘以 360的啊 640乘以360的 当然这个也是老的标准了啊 这也是老标准了啊 应该是720480的 对应该是720乘以480的啊 这个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 它是直接就是4比3的画面 能不能看到呀 你同时除以一个啊 这个对啊 它是一个3比2的画面啊 3比2的画面 同一同时除以一个2004 对不对 它是一个3003比2的画面 而我们说 这个怕知识呢 它是4比3 但有的同学就会有疑问了 说老师啊 它怎么可能是4比3呢 马上我们再跟大家去进行一个计算 所以这是关于知识的一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要回答大家的一个问题呢 是咱们的这个 叫做宽高比的问题 宽高比有两种啊 有两种 你看看啊 我们说 尤其是针对于怕知识DV 怕是DV 这个最麻烦 对于怕知识来说 它还有一个像素宽高比的问题 好 什么意思 好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适当的把我们的画面呢 变得更加的大一点 对不对 而变得更加的大一点 我们同时呢 继续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解释 好 这个是我们的关于知识 一个是怕知识 一个是N知识 在怕知识里面 它又有一个啊 又一个东西 叫什么呢 叫做像素宽高比 什么叫做像素宽高比呢 我们目前新的叫像素宽高比 也就是像素 它不一定是正方形的啊 电视上面的像素 它不一定是正方形 对不对 它是一个矩形 像素宽高比在怕知识里面是1.09比1 1.09比1 那么我们这时候知道啊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比方说我们在这里面任意找到我们的一个形状工具 那么这时候的像素 它有多少个像素呢 这个矩形里面有720个像素 对不对 这里面有720个像素 我们把它呢放下来 大小呢 适当的呢 小一点 那么它的高度呢 有576个像素 576个像素 但是啊 它们的这个像素宽高比 宽度上面的像素 是不是要乘以多少 宽度上面的像素要乘以多少 要乘以1.09 它要乘以1.09的呀 对不对 要乘以1.09 那么这时候画面的宽高比是多少呢 是不是应该是用720乘以1.09 比上576啊 那么这时候我们看看是不是1.33循环 好 我们打开我们的计算器啊 我们打开我们的计算器 我们来试试看啊 这是像素宽高比啊 像素宽高比啊 720乘以一个1.09 再除一个576啊 再足以5 应该是1.333循环左右 它这边是1.36 是一个约等 所以你看 它的画面 画面宽高比是 还是4比3呢 所以这就是一个像素宽高比 跟画面宽高比的一个问题 它只是有 有特殊的地方在里面 那么N制式呢 无所谓了 对不对 N制式无所谓 所以经常我们会在这里面呢 有的时候要去怎么样 进行一个素材的解释 那么这时候的话 关于素材解释的问题呢 我们把它放到下面的课程上面 去进行讲解 这节课三点 第一个关于知识的问题 怕知识N制式 第二个就关于像素宽高比 跟画面宽高比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那么另外呢 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基础知识里面 还有一个知识点 叫什么呢 扫描方式 上场下场的一个问题 画面是怎么来的 好 那么本节课呢 关于这个第一节课的内容呢 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个地方 非常感谢大家的学习 我们下节课再见